由退休到重返职场 因为参与义工活动 而决定加入MTO工作 认为新生精神康复会 业务顾问的Virginia 分享当时担任社区业务总监一职的原因 做得相界内 有点迷失 因为你很忙 你天天都要追溯 或者天天要做到的事 变成你一有空的时候 你当然会吃喝玩乐 你吃喝玩乐 我当时常常讲笑 我唯一的烦恼一年里面 就是说那两个星期 大家去哪里玩好呢 这就是我所谓的烦恼 但是当我过冷河的时候 其实就真的明白 人生不只是为了工作 也不只是为了钱 就是我赚多少钱 或者我站在什么地位 或者我有多少权力 其实人在这个世界上 是真的一定需要互动的 也都我绝对相信 可能我的宗教 我绝对相信人人是应该平等的 而当时新生会行政总裁 Sania Yeo 对社会服务的热成 最感动Virginia 我最初进去的时候 我都被他感染到 他那种很想做得更好 在社企方面 从而他会去参加很多 就算是社企的 Chamber那些 变成了他对Innovation 这件事其实越来越 他会将会带了很多 Innovative Ideas 无论在服务上 或者是社企的要求 都希望我们可以有些突破 Virginia认为 重视NGO的产品和服务有质素 仍然需要建立一个品牌价值 增加顾客对产品的兴趣 和对机构的支持 因此要保持品牌独特性 是重要的一环 而Virginia也为新生会 设计330品牌 取新心灵的鞋阴 为品牌赋予价值 同时330也十分适合 新生会推广精神健康的服务理念 我刚进去的时候 其实我们已经有做豆浆 我们是用秘库工厂里面 他们做豆浆 会有车红白蓝袋 会有做食物 面包 已经是六间秘库工厂 都各有所长 去做这些东西 我进去是纯粹 真的去帮整个品牌 就是帮我们自己所谓的 own brand 我们建设了一些牌子给他们 为产品赋予价值 做好品牌工作 就是最好的方法 而港渡设计豆浆包装的过程 原来都有秘决 如果他买了 他只是在普通场所 他买了一瓶饮品回家 他觉得好饮 那再可能 为什么他会先买呢 如果他不懂的时候 他可能就是一个包装 很吸引 在桌子那里很高兴 他就会拿下来 价钱不是太过 prohibitive 他就觉得 OK了 我就拿回试 然后他会令他后面 看到原来 我们里面也有特意 建设了一个数像 就是画我们的用户 然后他自己给予一个 用户故事 他就会知道 这一张东西原来 是一些康复者做的 变成了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额外的value 从创立到营运 330品牌在社会上已经建立了一定的知名度 能够运用自己的专业去帮助NGO的业务发展 满足感可能更大 可以将自己的东西 可以应用在一个机构上 带着同事可以一步一步去学这些东西 视野是扩阔了很多 会真的留意了很多自己的社区 香港发现的问题 NGO因为他自己有一个很 分析的社会任务 他一定会吸引到一群 他真的有心那帮人会想进来的 我都希望多些商界的朋友都会考虑的